最近可以留意鋼鐵股 大家留意近期上下游的趨勢 鋼鐵股的主要成本是鐵礦石 其實在國內的庫存近期是新高的 而價格亦是持續走低的 但是你看看下游的產品 即是鋼鐵的價格 其實庫存是去到今年以來的新低的 同一時間其實那個鋼鐵股 亦都是逐步在活性 所以其實可以預期 對於鋼鐵股來說 第四季度的利潤 是仍然相當豐厚的 短站唯一影響鋼鐵股 或是影響鋼廠的不利消息 都是內地限電的 因為限電可能會影響到生產 從而導致他們的產量會降低 但是對於大型鋼鐵廠來說 這個影響相對來說 是稍微較低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限電其實可能除了早期 是突然間玩這個停電 即特地停電之外 其實對於這些大型企業 其實電廠和它之間 應該會有一個挺好的協商 例如什麼時間會停電 什麼時間會正常的工電 所以對於大型鋼廠來說 其實都可以協助生產 因為本身鋼廠都不是24小時 1年365日不停地生產 中間都會有些停機 維修 或者這個機械廠的階段 所以就有一個停電計劃之後 其實它可以安排一些整修 在停電的時間去進行 所以對於實際那個影響 除了開期可能打軟的節奏之後 之後那個節奏開始配合的話 其實對於產能利潤率的影響 可能是一個低單位數的達成點 所以那個影響相對是有限的 所以那個降價會持續上升 而它們的生產沒有大家 預期中影響那麼大的話 那即是說下半年 尤其是第四季度 其實鋼廠的利潤 其實反而可能會有一個 幾意外的豐厚 所以近來因為 限電的消息 導致股價出現一個 比較大幅的調整 我覺得反而可能是一個 收集或者入場的機會 那馬剛你也說 我相信現價3.3 3.4這些都已經是可以 不錯入場的機會了 那麼上網短線其實可以 即是以4元 即是4-4元這個位置 為第一步的標價 但是你要說長遠一點 例如整個第四季度 我相信是有機會 隨著那個降價 它的股價是有機會 挑戰之前的高位